不只是捷御的系统要整合 现在还要带你来看 其实整个大众运输系统 现在政府也觉得说是不是要整合 但是这个整合过程当中 却引发了一些民怨 就是我们要带您看到 我们的独家报道 是有很多的公车 现在如果您注意看的话 您会发现公车号码似乎边很大 以前的公车数字 如果您等公车的话 大部分您会知道公车都是三位数 但是现在常常看到的 可能就是四位数 像是2056号公车 或是1061号公车 数字都是1000号来起跳 其实这是交通部 现在为了整合大众运输系统 把像是板桥到基楼 或者是台北到雾来等 长城克面路段都编上了号码 不过这个新制度 民众觉得不太领形 有人觉得这样一来好复杂 以前的公车号码 都是两位数或三位数 现在出现了四个号码的公车 每条公车的路线号码 都是上千号起跳 像是台北到乌来 现在被编成1601号公车 台北到平林 现在变成是1602号公车 只是公车招牌上 又是国字又是数字 民众说号码编很大 却没有比较便利 这个号码就感觉上 要注意一下 对 因为有时候眼睛看的时候 还要很快的闪失过去 会觉得很奇怪 可是习惯就好 这样有比较好记吗 没有 为什么变得那么复杂 四个字码 太复杂 对 不好记是不是 不好记 公车改成四个号码 民众说看得不撒撒 不过交通部大动作改编码 把全台湾分成八个区域 像是台北线柯云号码 从1000号到1999 台北市从2000号开始 台中县市柯云号码 从6000到6999号 这些数字都是为了方便管理 第一码就是属于机关代码 对他们来讲的话 申诉的部分 他们也比较容易找到 新的路线代码制度 三月上路 全台共有9900辆公车 未来你也可能在路上看到 9900号公车 中天新闻陈佑冰 好快听台北报道